据环球网3月10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法案 将千岛群岛和南千岛群岛列为经济特区 法案中说对2022年1月1日之后 在千岛群岛注册成立的新组织提供税收优惠 此类组织从注册之日期20年内 无需缴纳所得税、财产税、土地税和运输税 此外他们将能够申请总计7.6%的保险费 值得一提的是日俄两国就该地所有权争执不下 2月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议会辩论中称 千岛群岛南部为日本原始领土 随后萨哈林周杜玛在回应日本外务省欧洲司司长 有关千岛群岛的声明时再次提醒说 千岛群岛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乌冲突这段时间西方各国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 似乎让部分日本政客看到了机会 他们趁机鼓噪 想要违背雅尔塔协定收回化归俄罗斯的南千岛群岛 对此俄罗斯驻日大使馆毫不客气地回对日本政客忘记历史支持纳粹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签令后 俄罗斯东部军区新闻处3月10日发布消息称 驻扎在千岛群岛的该军区分队训练击 假想敌空袭 新闻稿指出 在千岛群岛举行了S300V4防空导弹系统班组 击退假想敌空袭的训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